那个版本的话基本上是我是处于一个C位的状态 现在这个版本的话其实在比赛当中 中路可能更倾向于辅助 对团队提供的收益和帮助才是他C的方式 这句话从九成嘴里说出来 看得出来他真的成长了 以前的九成认为自己永远是核心 但现在他已经明白了团队的重要性 MTG3比1战神RW霞开赛收获两连胜 九成和魏央转会后带着新东家打出了不错的表现 甚至还有机会冲击S组 这场比赛九成的个人表现不错 第一局西施请神请到了清荣 开局的第一波就是他和连坡配合 闪现掉到了周瑜拿到衣血 第二波节奏又是九成开的 配合太乙真人入侵RW的红区 直接掉到了周瑜再次将其击杀 九成真的准啊 虽然这局比赛MVP给到了连坡 但其实每波团战都是九成和连坡一起配合完成的 两人的控制几乎是无缝衔接 让RW霞完全难以招架 最后一波团战 九成的命中率依旧非常可怕 先是掉到了花运的敌人节 随后更是预判了药大招的位置 以近乎完美的表现 帮助队我拿下了第一局 两个合一起关键倒下 大合录再回头 这波药残血又被掉到了 对人家跟上爆发击 把药给带走 一波零换三 第二局九成的活武打的确实比较一般 但王昭君也算是他的老招牌英雄了 二技能的冰冻命中率很高 在需要留人时 也不会练习自己的闪现 并且还能今生规避关羽大招 真的看不出 这是个近乎一年没有打正式比赛的选手 最后一局MTG前期逆封的情况下 依靠下毒送温暖完成了翻打 而最后一波团连坡先手开 九成一星的大招将战场分割 一波实现了逆转 被战场拉了一下 收一个攻本 是的 来一下直接往前点两炮 带走了王昭君 这个姬满又踢掉了余金之后 他人出来这波还要硬打 虽然很久没有打比赛 但九成一直都很自律 平时不光是自己练习 还经常锻炼身体 也是KPL为数不多 有八块腹肌的选手 最近同样热衷于健身的主播浩克 也加码了惩罚 此一次立马做三次服务撑 每天都是大喊淋漓 节目效果也很不错 估计九成和浩克 也能有不少共同语言 到目前为止 MTG已经给大家带来了惊喜 比预期当中的表现好了不少 如果九成能保持这个状态 MTG不仅可以收获大量人气 成绩也好起来了 这波交易实在是太赚了